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这行很看重工作经验还有资历 其实我对你印象挺好的 想不想来我们这试试 我们这英式资本成立没多久 正处于探索跟拖簧阶段 我这人招人不想受任何什么约束 我主要是看这儿 我相信一句话 能者居之 施总 您突然这么说 我有点受宠若惊了 有什么好惊讶的 上次在陆总闹 我就说过 你是个做投资的好妙子 我能问一下 你为什么从记名离开吗 其实就是 陆总呢 他比较看重我做秘书的能力 想让我留在他身边做秘书 但是我的理想是做投资 所以我宁愿脱离陆总的圈子 自己出去找工作 我跟陆总呢 有战略合作关系 如果你入职的话 免不了要跟他接触 就像你说的话 可能脱不了陆总的圈子 你介意吗 说实话 就几天前 我还在想这个问题 那会儿还是介意的 但是我现在想通了 我在记名这三年 也是我的经历 我也跟着陆总 学习到了很多 而且 如果以后我做了投资 也免不了会跟陆总有接触 最后有个问题 愿意加入我们应时资本吗 我当然愿意了 小一条 最喜欢你这个激情 来坐下来坐下来 那周一就来上班 不过在你成为投资经理之前 我想先让你做一阶段 分析师的工作 把最基本的流程走一遍 这样也算累积经验的过程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比如说分析师 做实习生我都行 欢迎加入我们应时资本 我一定好好干 我是项目部的唐雅 我会给你安排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 随时可以来问我 谢谢唐经理 不用叫我经理 你就叫我小雅 大家都这么叫我 我们公司不讲究这些 好 这是你的工位 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的新同事 宁萌 大家欢迎 你好 宁萌 你好 你好 欢迎你 嗨 宁萌 嗨 你好 这个是我们的开放性会议室 这个是茶水间 嗨 这儿就是我们的元气吧 大家工作累了 或者有什么烦心事的时候 都会在这里恢复一下元气 这里的每一盘植物 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主人 你看这个 是风控部的小胖子养的 他说这是他的理想身材 那你的是哪个 这个仙人掌 我说就是杀手 你也想想 你要养什么 要不要 帮忙 优优独播 不同的 小胖子养的 人 很养的 电池